是一堵损失你知道高到多少 一兆一兆台币 损失一兆台币 就是大牌长荣 大牌长荣这个长四号 今天是第五天了 抢救状况是如何呢 这边是只有一艘 他小型的挖土机 拼命的挖 拼命的挖 要把他的船尾 这个淤虾给挖通 让他的船稍微可以摆正一下 那么早上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挖土机的挖男子 很高兴告诉大家 耶 我已经挖通了 他可以移动17公尺 可以挖动17公尺 虽然是感觉距离不大 但是他的一小步 是后面船的一大步 感觉是蛮有希望的 你看就是这个 公图的怪手拼命的 在挖 在清淤等等 那么当然是希望中 他可以赶快的恢复运转 因为除了他自己在挖之外 也派遣了14艘的拖船 准备要把他给拖动 当然美国现在也加入了 在土耳其部分也加入了 希望能赶快疏通 因为其实有一张 它是一个卫星照片 卫星照片底下 就除了长龙这架 长四号挡住了之外 其他的船都在这底下 一点一点的白白的点 通通都是在等他 疏通之后要进去 你知道多少点吗 200多个点 代表200多艘的船 还在这里头 好 重新为大家整理一下 3月23号 这条长四号就不小心卡住了 当时他们说了 目前初步说 好像是因为当时强风的关系 让他整个船身倒了 目前已经清出的是 2万公顿的沙 但显然还是不够 所以400公顿的拖船 这个礼拜就会到达了 来看看是苏伊士运河的管理局主席 拉比耶他是怎么讲的 当地强劲的风海浪等等 会让拖潜的作业是更加的复杂化 那么到了26号来看到 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长四号先排掉了 9000公顿的压舱水 那目前船舵还有螺旋桨 已经是可以恢复正常了 那刚刚我讲的 马怪手师一开始在推特发文言 发文他告诉大家这是个好消息 虽然是移动了17公尺 虽然是有一点点短 但这是个好兆头 现在全球都想问的是 在下个礼拜 长四号到底能不能顺利脱捆呢 多艘托船鸣提庆祝 搁浅在苏利市运河 已经超过五天的 长荣海运长四轮终于移动了 先前因为孤单在船首开挖 而爆红的怪手司机 台湾时间28号凌晨2点多 在推特发文表示 船移动了 虽然只有17公尺 但这是个好兆头 苏利市运河管理局也指出 长四轮已经开始从船尾展开移动 且方向舵和螺旋桨 也开始重新运转 除了埃及派出的挖土机 荷兰打烙公司紧急调来的 这一艘西式挖泥船 以每小时吸出 2000立方公尺的沙土 快速地排除大量的淤泥 救援团队专家表示 目前无法确定 货轮脱换的时间表 如果下周还不能脱困的话 可能要先卸下约600个货柜 减轻船体重量之后 才有利于救援活动 长四轮卡住了航道 每多一个小时 全球货运就得多增加4亿美元 大约114亿台币的损失 令人担忧的是 上百艘船中 还包括了运送牲畜的船只 国际动物组织担心 若堵塞状况持久 这些动物可能届时 因为缺水断粮而死 到时候船员就得 跟成千上万的动物尸体共处 直到河道恢复畅通 记者不加行报道 好 刚刚有网友吹烟说 拯救世界的小怪兽 不是小怪兽 没错 它是小怪兽 然后蓝色星球说 那一台怪兽红了 没错 现在全世界最红的怪兽 就是它了 刚刚不是讲 它早上很卖力很卖力挖 让船可以移动了17公尺 但是它心情像是 起三温暖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最新的消息是 原本是说 它可以移动17公尺之后 后续要靠着涨潮 希望水一来形况之下 让船可以回正 你知道有动力 但是现在涨潮时间 已经过去了 重点来了 船并没有重新浮到水面上 所以怪兽司机 又重新的发文 告诉大家 真的是个坏消息 原本大家希望是落空了 真的是坏消息 到处都是 他还讲了 现在这部好像仿佛 在拍一部纪录片一样 很漫长 好 希望这个漫长的故事 真的能够赶快结束